曲名在执行 一个画家应该有一种孤独的内心世界 才能表现自己独特的东西 我在画画的时候是孤独的 那才是真实的自我 這種真實就流露在我的畫面上 《春風影的書寫》是我的畢業創作 我原來當了幾年知青 我的第一念頭就是一定要把那段時間的精力表現出來 我就按我自己的想法去畫了 題目是來自於一首舒伯特的歌曲 然後我就開始構思 畫一個農民女孩 一片草地 一頭牛 一個小狗 要表現這種春風蘇醒的感覺 後來被美術雜誌刊登了 在全國推廣出來 然後被刊載的次數也比較多 被刊載的次數也比較多 大家對這個標題進行了多方面的解讀 他們認為這是表示一種改革開放的春風 觀眾永遠都是對的 評論家也是對的 但其實我是表現人跟動物還有自然界的植物 感知到春天馬上要到來的這種萌動 這個是我自己的主題 改革開放以後就恢復了全國美展和全國青年美展 我就畫了青春 一個雨之青 進一步地發揮私青的題材 我把它畫成像一個雕塑一樣坐在那 用了一些當時的典型符號 比如說土地 天空 還有一隻鷹在飛 當時一句口號叫天高任鳥飛 就是描述知青的 後邊用了一個東西大家都不知道那是什麼 其實就是拖拉機離地的梨 那個梨已經扔在那生鏽了 廢掉了 這也是一個時代的象徵 我就把它畫在後頭 有這麼幾個符號組成這個畫 就像一個紀念碑 是對我那段時間的紀念 這個系列也就完成了 這兩幅畫是那段時間的一個開端 這個算我的成名座了 過了十年 當自清的那種強烈的印象 慢慢地消失了 我這個風格就轉換了 但是一直保持出情的感覺 我的每幅畫都是一首潛在的詩歌 我喜歡繪畫像詩歌一樣 不表現特定的主題 但是內涵一些文學性的東西 讓人有一種詩意的感覺 這個是我畫畫的一個特點 一個脈絡 一直到現在的話 我都始終遵循這個脈絡 但畫法上變化很大 越好越徐一 因為接受了很多 中國傳統繪畫的影響 吸收了水墨畫的很多元素 很多技法 把中國畫的一些筆墨的感覺 引進我的油畫裡 讓我的畫有一種 中國式的符號和中國式的畫法融合 再通過繪畫語言 表達出個人感情 因為油畫有自身的語言 自身的邏輯 你用油畫工具進行創作的時候 在很大的程度上要遵循這種語言 但是也不妨礙我作為一個個體 去學中國畫 我現在更喜歡中國的傳統繪畫 在我理解 中國畫跟西畫 最重大的一個區別 西畫 使用繪畫的語言 來描述一個故事 讓你看了畫之後 再產生一些想法 但是中國畫 就這個畫本身 就會打動你 我就想 在自己的畫畫中 能夠達到這樣的境界 就是我畫的時候 色彩 用臂 還有過程 直接體現我這個畫面的思想 全部呈現出來 給大家看 然後讓大家對這個過程本身 產生一些感覆 一個畫家又要不停地改變 因為隨著年齡的增加 閱歷的增加 對這個世界的看法的改變 或者受周圍的影響 又要在畫上很微妙地體現出來 我覺得我的改變就體現了這些東西 雖然過去有很好的東西 但是我覺得還代表那個時代 現在這些畫也代表我現在所處的這種心態 所以這種改變我覺得是自然的 繪畫必須有一個多元的環境 能夠自由地進行創作 以嚴肅地去思考 然後可以廣泛地吸收 我是生活在繪畫 音樂提供的另外一個世界裡面 這個就是我創造的精神領域 這個世界是特殊的 你可以通過我的繪畫進入這個世界 通過視覺 用你的方式在我的世界裡面遊蕩 我的畫是公開的 誰都可以進來 我可能是選過唯一一個可以讓大家看畫畫的人 我的畫其實處在抽象和具象之間 背景可能很抽象 那麼這個人可能具體的 但是我並不追求特別像他 有點似是而非的感 我很多照片做參照 因為有時候沒有辦法寫聲 而且叫人家站著 畫幾個小時或者花兩天 也比較困難 所以這種瞬間狀態我就是用照片做參考 只要有人打動我 馬上把它拍下來 比如說這個樹 我是在杭州美院拍的 這些都是幾百年的樹了 姿態非常美 所以我把它拍下來 但是我畫出來跟照片一定不一樣 我不喜歡那種所謂照相寫實主義 已經有照片機了 何必還要這樣畫呢 很多學院派的畫家反對畫照片的 但我覺得這個沒必要反對 因為照片是一個參考 拿回來還要經過一些色彩的處理 然後把它做素材 可以用它來進行參照 搞創作 不等於你去複製它 攝影師看到我那些照片覺得太爛了 都是一些廢片 但是我就用這些來進行創作 照片是客觀的 客觀的東西 它可以給我提供一些個性化的東西 加上我自己主觀的處理 你會看到跟我的照片不完全一樣 甚至完全不一樣 我對自己的作品的認識 應該是最準確的 也許有所偏愛 但是有客觀性 我覺得沒有自知之明的話 不是好畫家 畫是給別人看的 他有權提出他的意見 但是我踩不踩那就是在我了 經常有人提出意見 跟我想的也完全一樣 而且我對人生啊 或者人跟自然啊 都有自己比較獨特的見解 在表現上有一定的基本功 就足夠我進行各種各樣主題的表現 還有我經常對自己的畫 有一些比較苛刻的要求 讓我的畫有這麼一種整體的面貌 識別度 完成度 不是所有人喜歡 有一部分人喜歡 那就挺好 比方說我的畫 經常被文學家喜歡 這個在中國畫家裡 我算比較突出的 而且幾次重要展覽 我請的策展都是詩人 因為他可以從另一個方面去解讀我的畫 很多人認為他們不是專業的 但是我覺得他們的眼光 正好是我們這個圈子裡面有的 是我的畫 所體現出來的一種文學性 我的展覽一定得有主題 這個展覽想說明什麼問題 不能是很粗糙的 我歷史的一個囊括 所以我跟策展人會有很長期的溝通 每個個展準備時間至少都是一年 選哪些畫 確定什麼樣的主題 這個跟別的展覽有什麼區別 最後落實到布展 我幾乎每年都做了一個個展 這次隆北市外的一個展覽 做了兩個很大的屏風 那個是原來建築裡沒有的 就是改變了這個建築的格局 尺度和觀看的方式 從一個大孔裡看出去 突然想看到這個畫的局部 在走近它 這樣的布展我自己很滿意 也讓大家展示了我的審美 還有我跟一個青年建築師合作 在布展上有很多考慮 幾乎把這個展覽就布置成一個 移工式的庭園 就中國是一步換井的那種園林 而且會有一些不同的主題 體現了我不同的時間畫的一些特點 思考的一些問題 把我在上個世紀90年代畫的那些 中國庭園的畫 和我在前年畫的一些 關於中國庭園的畫 放到一起進行比較 我自己看上的就是很好 畫家的歌展很重要 還規模的群展也特別重要 馬上這個成都雙電展 一個巨大的展覽 請了幾十個國外的藝術家 中國就更多了 看了之後就基本上 把中國當代藝術的一個風暴 就有所認識了 當然我的作品也參加 但是我更期待是看別人的作品 因為會學到一些東西 誰的話我都能學到東西 哪怕是我不是很喜歡的藝術家 我覺得也可以學到東西 我的學習能力是很強的 所以這樣一個展覽 我是很期待的 畫畫是用於審美的 我從來不受潮流的影響 也不受市場的左右 90年我在美國 參加了一個畫廊的展覽 然後呢 這個美國畫廊就跟我談話了 他說 你現在畫的中國題材 在美國接受度不會很好 因為美國人不了解中國 以你的技術 畫我們美國的題材 一定會前途大好 但是我就拒絕了 雖然可以掙錢 但是我不願意 我還是想畫我自己想畫的東西 有市場是好事情 但是呢 我不能為了市場 去改變我的一些基本想法 這個就是一個底線了 我畫了50年畫了 慢慢成了現在這個風貌 我就是想畫出自己 想達到的那種境界 因為畫畫本身就是個人的事情 首先讓自己滿意 至於是不是讓市場滿意 或者是不是能夠青史留名 這個不是我的追求 所以我以後會走向什麼方向 在畫面上 語言上會走到哪兒 我自己真的很難說 但是呢 我會追求自己 那些嚮往的最高境界 把這個作為終身的努力 是要不想畫 在畫面上 有哪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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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